主料,豆干300克,辅量,食用油,洋葱80克,蒜片,沙茶酱一大勺,水,料酒一勺,盐,鸡精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白豆干上面打上十字花刀,精华即可,方便入味,用平底锅将豆干接至两面上海,洋葱接成丝,锅中放少量油,炒香洋葱盛处备用,拎起锅,下几粒蒜蜜, 放一大勺沙茶酱炒香,将豆干放入沙茶酱中搬匀,加入适量水,料酒,搬炒收汁,使豆干吸入沙茶酱的香味,汤汁将要熟尽时,加入洋葱搬炒,加盐,即平搬匀出锅,烹煸技巧,沙茶酱中本身已经有一部分油,所以炒至这菜时,应爽放油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感谢观看